这是咱们家卖的那个烧鹅 对对对 哎呀你自己做呀 不是我跟姑娘俩的 其实就自己在家看店忙着忙着呗 对我就偏做回家看店 这店开多少钱啊 反正是这个店新开的 那个店开的全场 还有店啊 俩店啊 对 徐秀军57岁 退休金1500元 由双宝离异 住女儿房子 每天的营业额能多少啊 营业额啊 嗯 反正是基本上在六十八 就生活费钱 生活费钱是多少啊 每月我猜一下 六千七千 保守点吧 这么样 哎呀那不保守的话 一万的过万的 徐大姐今年57岁 眼前的烧鹅店 就是徐大姐跟女儿 其中的一处买卖 每个月大概能收入万八千块钱 说起为啥这个岁数了 还干买卖 徐大姐说啊 自己实在是待不住啊 咋行的 该烧鹅的 是吗 我行个家半夜没啥事啊 你这这么大岁数 它是除了 你这 在广场去溜溜玩的 再不打麻将的 也没啥多恋恋 我是搁这关家的 多少能近点 在自己的帮衬下 女儿的经济条件 也越来越好了 不需要自己惦记了 所以在女儿的支持下 徐大姐想要在感情上 再往前迈出一步 徐大姐说啊 因为自己这辈子啊 在婚姻里太受伤了 哎呀 我的婚姻状 一提这事我都心损 真的 他这人好喝大酒 他喝大酒吧 我就是咱都不知道 咋回事 他就骂你 不分啥事这样子就骂人 就是不管有人没人 就骂人 就是还没结婚以前嘛 就是怎能够说吧 干账日的就是 小账就是天天有 大账369 他喝上酒就 就咋说呢 就像变态似的 徐大姐说 前夫一喝酒 就不分缘由的找茶 跟自己干账 他们那时候的婚姻状态 基本上是小账天天有 大账369 但那时候的徐大姐 还没动过离婚的念头 直到有一次他发现前夫跟一个陌生女人聊天 哎呀那为啥说 就是我们离婚了呢 哎呀 就是 在手机上 验识一个网友 验识一个网友吧 让他唠嗑 唠嗑吧 咱见了见面我是不知道 他就唠嗑 就是虚寒温暖的 那我就听着了 我说我跟他过二十多年 我因为听你跟我俩说这个虚寒温暖的话 哎呀这就不行了 张嘴就骂人了 我说我一行你为这事你骂我 那我能让你吗 完了我就跟他俩干起来 干起来可好 你说我再有力气我打不过他 完了他就给那个裤子上的腰带 就抽下来了 嗯 抽我了几下 完了就拿皮带就勒我脖子上了这样 哎呀妈那天给我勒的 就是好像上不了气儿似的 哎呀那我就就下狠心了 然后姑娘要结婚 姑娘生一个月结婚 嗯 哎呀我心事可不可以整太子大了 你说这你说姑娘要结婚啊 我心哎呀不忍着吧 没跟姑娘说这事 徐大姐说啊 明明是前夫跟女王友聊天在先 最后自己却被打了 那次徐大姐彻底 对自己的婚姻绝望了 但那时正知女儿要结婚 所以为了女儿 徐大姐再一次选择了隐忍 但他们的感情已经名存实亡 我跟他来聚会儿没话说了 再说就不好听了 喊着我不怕你笑 这都隔着这种路 我俩睡觉像租旅店 聚会儿 继续睡觉 他看他的手机 我愿意看手机我就看看手机 不愿意看手机我就睡觉 达到这种程度 就达到这种程度 我俩分居那都分居二年多吗 徐大姐说 自打决定跟前夫离婚 到最终离了婚 这中间有着四年的过程 五年前 当徐大姐拿到离婚手续的那一刻 她觉得自己彻底解脱了 离婚以后我就跟你妈呀 我解放了 我不用看叶鹤脸的 我不管咋的 我吃好吃了 我觉得最起码我心情好 是不是 人活啥就是一个心情嘛 你是不是 要我认识这么多年 也有给接了 我不敢迈这一步 我就怕得找个这样的事 我的命 要是一旦再遇到这样的事 你说咋怎么 徐大姐说 一段时期里 她都不敢尝试 再接受新的感情 怕再重蹈覆辙 直到咱们节目的出现 再加上女儿的鼓励 徐大姐才鼓起勇气 想要开启新的感情生活 最起码第一 脾气好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吧 经济条件 咱不说特好的 得缩得过去 执定得缩得过去 其余没啥负担就可以了 徐大姐说 再找老伴 她的首要标准 就是要脾气好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其他都虽缘 而老家是辽宁海城 现在在长城儿子家住的 赵广明赵大哥 那是啥脾气都没有 对媳妇也是一等一的好 你好大哥 红娘小菊 行把口罩摘着 我先看看 我怕这个 没事 你看我的楼 楼上这都没毛 哎呦挺帅啊 都是八二十岁的 太幽默了 明明 我们可以楼上请 好 赵广明65岁 老家辽宁海城 现定居长春 退休金三千元 有双宝 丧偶 住儿子家 楼上请 初见赵大哥 这爱说爱笑 幽默的劲儿 给红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大哥说 自己原本是辽宁海城人 因为儿子一家在长春 所以退休后就来到了长春 当了三天毕业 回事后到企业国企 辽宁海城是花花飞茶 就是在那学了技术 刚才说 或者说我文艺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爱好 或者就给我工费 说那些小伙子 咱就山工费 学人就给山工费吧 后来宣传 后来那个企业就黄了 后来之后呢 我就在海城 由西柳付上洗澡市场 在那块住在小室门 卖了啥 卖了小百货 年十年幼儿 你现在退休去多少 四年 年轻时在厂子里的工会干过 还做过小买卖 赵大哥说 2015年刚好自己退休了 因为儿子在长春 为了看孙子 这赵大哥就带着老伴一起过来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刚到长春 老伴就出事了 这是我的老伴去年 我现在已经是一年零 零两个月了 我老伴四年说了 你等我走以后 啥子 你 我 我 我老伴说你走 这么乐 你就这么活 咋就会形成好了 走了 你 傻 你为啥 并走 干一个话 五年 五年 我十五年 走了 这样挺好 铁路的 哎呀 你干啥 就是五年前就什么变了 就是到长春 我带孩子来的嘛 我带我孙女 那七岁嘛就是一二零一五年七月四号到这个八月四号到这家医院一查 肚子就大了 就晚期了 老伴去世前曾嘱咐过赵大哥 让赵大哥再迈出一步找个老伴 而现在赵大哥也觉得自己要是继续沉浸在老伴去世的悲伤里 精神就要崩溃了 所以赵大哥说他想要完成老伴的遗愿再迈出一步 赵大哥在婚姻里幸福美满 老伴的突然离世留给他无尽的思念 徐大姐在婚姻里一点都没有体会过幸福 前夫给他带来的只有无尽的伤害 这两个感情里苦命的人 会不会是彼此最后的一根感情稻草呢 来啦 哎呀 这一个小孩的一块不用就这么地 不用 不用 来 让他过去 随便可以 赵广明大哥徐秀卷大姐 徐秀卷 对啊 哎呀 我有个小姑子跟你们是一模一样 是吗 嗯 徐秀卷 小姑子 小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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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姑 啊 这辈儿是长文的吧 哈哈哈哈 你 你今年是 57 57是属龙历 对 1964年 对 大哥今年65长得像不老 老不老 你看看 你没事随便看 什么样 不老 不老 形象怎么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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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受伤了 你觉得长得磕 太好了 长得一般 还是长得 不磕 让他不磕 你再说句实诗 这么大说 再漂亮漂亮不能哪 对 你看 周日发 你看现在还我松睡 周日发也老了 是 来香港啊 还老了又老了 幽默过 不是幽默过 就是这些识识 嗯 咱大姐参赞你参观宴 你这不是德语吗 参观 还金了呗 这不是我家 这是我儿的家 这是我儿的家 我的属于我给我的儿打工 我还得打他钱 情况就是 觉得情况 可是就是说我 就是挺那个 挺秀气 长挺大 你说长得大是 挺大就是 就是股价 对 我们要股价 但是你那个事 他比较小 是吧 指的是身 身材 你感觉 身材好像有点 嗯 是不满意吗 什么意思 稍微有 有的 有的人们在一瞅第一眼 稍微不照人看 还瞅得不发远 反正咱说就实在的 你有没有我们自己想 往下聊这些意义 有 有 有啊 这有 嗯嗯 这玩意就得稳静 稳静 其实人还算可以 但是刚才我问 他也没想买房的 想的意思是说跟孩子住 或者租房住 这点就不行 但是你三千块钱 在说这点 你除了租房 你还有啥呢 是不是 咱说你管 管大你大窝小窝人 是不是有个窝人 好 这楼子买 这水楼子 这水楼子很 很实际上的事 我同学我战友 金额到我 你说老伴行 但是可以租住房 那费用一大 但是绝对不能买 买一楼子后 那事就躲了 你说你说这个 那一系列事就躲了 事躲了 哦 住小楼子 徐大姐说 再找老伴 无论房子大小 必须得有个窝 但对此赵大哥 有着自己的考虑 表示暂时不能买房 难道这俩儿 就要因为房子这事 结束今天的乡亲吗 就这个房子 必须就得 就得拿回买收了一些 对 老话想话 娶媳妇 不是娶媳妇 那你老了老了 你在有床餐窝的地上 你不能说总厨 对对对 就可不可以 就是夫妻这点 你再挨置你 一半一半 那一包 是吧 这房子就是到时候在在锁 现在不能说 就定了我时间我买 就那个情况 你这两个能不能 对撇 一撇一带 那买不买 你不得给我说一声吗 是不是 有这个打算 或者没这个打算 对 考虑 考虑就得考虑 你想了你以后跟儿子 和住房子 哪个先 不认识 那别的我都不想到 最终因为房子的问题 相亲没能继续下去 那跟大哥分开之后呢 根据徐大姐的要求 咱们的红娘啊 还真就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曾经上过咱们节目的 唐国斌 唐大哥 唐国斌64岁 离异退休金2000多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60多平米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唐国斌大哥 对 您好 是徐秀娟大姐 您好 您俩说起来算老乡 对 我听说了 你家是同余的 对 到屋 好 多得过去可以 要不是跟那个相对来讲 没有在那种时候 想象也还可以 这还可以就是一般 对 还可以 对彼此有了较好的印象后 唐大哥率先介绍起了 自己的感情状况 我是离婚的 你那个 我也是 你离婚几年了 三十多年了 那你为啥离婚呢 那时候我总在外面总走 因为我在那个总公司退来 我在那个总公司当过经理 所以说就是总走总走 这家庭这方面好像是 就忽略了 但是说离婚的话 这就说一两个话 就是至于说谁和谁离婚 你也是离婚的 就有些话就是说清楚了 是不是啊 至于说怨谁 我说我首先说怨我 对吧 这样 你离婚多少年了 五年 那他在哪儿啊 也在乘坐吗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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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想一死 谁也是离婚 那在我心里就是死的 不是 那个他找的 真死了是假的 没有 没死 但是不知道我搁哪儿去 喝很久就有事 你对也是错 你错也是错 就是外人总比自己家人好 哎呀 说起来的话就多了 要是朋友上我家喝酒 女朋友上我家喝酒 他必须得坐眼睛跟前去 那指定的 必须得 不光我坐哪儿 我哪怕你 你几箱别店去坐去 我必须得坐眼睛跟前去 咱不说就是我侄儿媳妇的妈 跟我父亲那儿订婚那天 这话又说回来 我跟他过二十多年 他没有过这种情况 一盘下他都给那亲家母爸了 那就那么咱们一个一个给他爸 我自己去说 我二十多年你没给我爸一个 我三十多年 他是一个比较苦的一个人 原来那时候 就磕得点出声 听得出来呀 一提起上一段婚姻 这徐大姐就有说不完的委屈 对此唐大哥很是同情怜惜 接下来 徐大姐也主动开始出击 了解起了唐大哥的其他状况 你约工资多少钱 两斤多块钱 我那个要退得完 我农村上来我工龄三十四年了 那你对你以后再找那啥 你有啥条件呢 有啥要求呢 就是十月份过日 互相之间 它已成相待 所以说啥事互相尊重 是不是 你比如说 上街上街了 那咱们一堆去 你想吃啥了 咱们一堆买 对 所以说我走到哪了 我要是说 战友和同学去费 我把你带过 其实我说 你整整地啊 你的工资多少 我这我都不问 因为啥那是你的钱 因为我都没关系 就我挣的钱 反正够着了 就够着了 说你就行了 从咱进入到现在 他说话唠嗑啥的 不像有些人 说说话了 有些 然后都跟你说 他挺实在说话 在说实在的 挺实的 唐大哥的这番话 是让徐大姐 对他的印象 又提升了一大结养 而后两个人 就了解了徐大姐 比较关注的住房问题 我的房子有 那个搁哪儿呢 搁核心里面 他们都知道 就是没中修 新买的是65平的 我姑娘 那这个是谁的 这个是我租的 我姑娘给我拿钱租的 我都没花钱 你现在房子有的 就是没装修的 对 房子是不 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就是远一点 就是离长城 坐三七九 搁哪儿 就搁那个核心那儿 我感觉到有点远 那个房子 真有点远 要是说 再说 你不能说中俩那儿呆了 你们就是 三姑娘家去溜的 这个都会进 你们是不是 太远点 对于唐大哥 房子的位置 这徐大姐有点想法了 觉得位置有点远 难道这俩人 又要因为房子 终止相亲吗 你这个住房 有点太远 姐弟他 这个房子 要是想上那边 是我找过去 我就对这个房子 有点不太满意 想我有点远 我那上一块儿 我姑娘说 爸你要想我远 我重新给你买 就这样 他说 我现在我就学问 重新给你买 是不是 没想到 这唐大哥也觉得 自己的新房有点远 所以啊 对于徐大姐的顾虑 唐大哥说啊 可以让姑娘 再重新买房子 这边还没等徐大姐 对房子问题 做啥表态呢 那边人唐大哥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因为啥你这个人 我挺认可的 我也不隐瞒观点 但是就说 从某种程度 我认可的女人 那肯定我要拿她 当个事儿的 那咋好就咋咋没呗 那不弄玩什么 他喜欢穿啥衣服 咱就买呗 是不是 都最起码得打扮漂亮的 说啥的 我是喜欢穿的 我真喜欢穿的 是说你这玩意是这样的 咱一约拿出几百块钱来 想走哪件衣服 咱就买 是不是 买完之后 穿上 又我脸面有光彩 我考虑是这个 是不是 我的衣服和鞋 那就不用说了 都是贵的 但是吧 也不是那么太贵 就说 我没有贵的 我就是几百块钱 是最贵的 我往后 我几百块钱不买 就买几十块钱的 我省的钱给你 这唐大哥 直接了当地表示 乡中咱徐大姐呢 并且很难忍地讲出了 日后要如何善待徐大姐 那这徐大姐又是啥态度呢 她会接受唐大哥吗 反正我对大哥这一人呢 认想还算可以 那这两人能不能走到一起呢 那才能看接触 是不是 对 那才能看接触 就是还让文工说 你对人家大弟 你必须得对我家大弟 是不是 你自己做不到 你可能邀请淫家 是不是 有道理 有道理 那你看来你们俩都是 共同的 就是想先接触接触 是不是 先了解 我是那意思 走进来呀 嗯 我应该不想先接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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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